好,上個禮拜呢我們有稍微提到了幾個部分 也再簡單的複習一下 像比如說這個地址 其實很長的 但是因為後面 如果後面那一格有資料的話 它就前面這格它就會被切一半 如果後面這格沒資料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這格沒有,我把它Delete掉 你看它字就會延伸過來 但是那個什麼 後面那格如果有資料 它這邊就只能這樣子 那如果我也希望這個地址能夠完成呈現呢 你只要把那個線 一樣就是 你可以用拉開也可以 那你也可以點兩下,還記得嗎 我在這個線,點兩下 這一欄它就會調到 以最長的 它是會以 你這一欄當中最長的那個資料 能夠容納下 再多一點點為主 好,那像這個生日也是一樣 生日你看 感覺很開嘛 你只要在生日後面這條線 按兩下 有沒有,它就靠得很近 它會抓那個 這一欄裡面 資料最長的 去做調整 那像這個電話也是一樣 按兩下 好 那有些人說 我電話如果移到地址前面了 這樣看起來好像 有點 陰在一起 不是很容易看 有人想說我把它拉開一點 強制把它拉開 結果我往後拉 它為什麼也跟著我往後走 對不對 那沒關係 其實一種就是 你可以把它選 把這一整欄選起來 對,至中 常用裡面 這個是至中 這跟這上面有什麼不一樣 這跟這上面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是上下的中間 好 上下 這這格可能 因為就是說 比如說我這個列 拉得很長 它會放在上下的中間 如果你今天是這個 它就會靠上 看到嗎 OK 好 所以呢 那個 這個是左右的中間 好 這邊是靠左 靠中間 靠右 所以你可以靠中間的方式 這樣字是不是就不會 雜在一起 好 這也是幾個簡單的方式 好 那現在呢 我們 上回有先跟各位講說 假設我想要排生日 生日一般來講 這一欄 我只要在這個格子上面 點一下 然後按排序 然後 直接 從最舊到最新的排序 也就是 最老的到最年輕的排序 欸 這樣就可以排序了 1987 然後後面是1988 有沒有 然後 排完1987之後 它會排月份 OK 那但是呢 上次有跟各位講過說 有時候 假設 當業務的人 有時候會想要 呃 比如說生日到了 他會買一些小禮物 要去送他的客戶 那總是呢 你希望是靠月份來排 雖然你會看 欸有啊 你看這裡 年份 之後是靠月份來排 不過它這個例子 弄得太簡單了 因為不是1987年生 就是1988 但是 如果今天你的客戶 從 從 從年輕到 年長的都有 那你這樣子 就很難找了 因為它會根據 先根據你的 年份先去排 排完之後才去排月份 那你要找出 比如說我現在找出 四月份的 你看 四月份這邊有兩個 1987 這邊 1988也有四月份的 就很麻煩 那上次我這邊先跟各位講幾個東西 上次在這個生日這部分 這一欄 我們可以把這一欄選起來之後 按右鍵 儲存格格式 上次我們有跟各位講過 它其實有一個日期 有沒有 有一個日期 大家就會想說 日期你看 這邊有年的 這邊沒有年喔 這邊只有月份 我可不可以讓它只呈現月份而已 可以啊 你看 1月29 2月2號 有些人就想到說 這樣子我來排序 所以選一個 各位不要選 一整排喔 一整排 你這樣子選了那麼多 超過一格以上 他就認為說 你只單純要排序它 啊 前面的不動 那這樣就 你的資料就亂掉了 你的生日就跑跑掉了 所以 你今天要排序 你只要選一格就好 他就會幫你整個都排 那要不 你就要整個表格都選 再去排 這樣了解嗎 好啦那現在我選這一個 然後呢 我排序 欸 排好了 但是 欸往下一看 2月4月9月還在這裡 好啦那上次有提過 因為 這只是外表看到的感覺 你的骨子裡 還是這樣子 他的排序會依照你骨子裡長的樣子 去排序 所以 這樣的方法不行 那但是呢 根據那個剛才的儲存格格式 我們再來講一點東西 齁 像比如說 你想要知道 他剛才什麼 1987年 欸我先還原成 原來的剛才的樣子好了 我先還原 好 好 1987年的1月29號 是星期幾 我也不知道 也可以靠這樣子 把這一欄選起來 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 然後一樣 日期 這邊就有一個星期三 有沒有 有一個寫 寫個星期三 或週三 有沒有 這邊都可以看得到 好 就只有這兩個 所以你看 你只要按星期三 他意思就是說 我到時候是會呈現 星期幾 所以按確定 星期四 星期一 星期五 但是呢 一樣 如果我希望說 到星期日 排到星期四 星期五 就是 不是 星期日到星期六 日123456 或者是123456日 我想要照這樣的排序 可不可以 來排一次 你看 你看 現在 我又選錯 又做錯誤示範 要選一格 不然就是要選整個表格 好 排序 欸 有排序嗎 沒有嗎 一樣 都還是亂的 所以排序 都要看他骨子裡是什麼 所以這樣子排序 沒有用的 好 但是這樣子至少觀看 讓我們可以知道 那是幾 星期幾 好 好 那這個我們先備用者等一下會有給各位一些東西 知道一下 那我們可以想辦法把它的年抽出來 或者是月抽出來 或者是日抽出來 好 所以 教各位 如果你現在要抽出前面的某一樣東西 有某一些資訊出來的話 好 現在要用所謂的Excel的函數 函數 這個函數就是叫 這個 函數 OK 好 那函數呢 別忘記上學期我們有講過 你要用到它的函數 函數的作用很像一個兵工廠 也很像一個工廠一樣 你先丟一些東西進去 最後它就產生一樣東西給你 有沒有 就像呢 把一隻豬丟進去 它就會變成香腸跑出來 有沒有 你不會 但是你沒辦法把香腸丟進去 然後跑出一隻豬出來 OK 所以那個什麼 所以有時候你丟 像丟進去的原料很多 像你看 除了豬丟進去之外 你可能還要丟 丟 有人要蒜味香腸 你要丟那個蒜頭進去 還要丟那個什麼 什麼 是不是 羊 羊腸那個東西 你有三種原料丟進去 最後才會 跑出 香腸出來 對不對 所以呢 有時候 函數也是一樣 有時候你要丟給它 一樣東西 有時候可能要丟進去 三樣東西 最後跑出一樣東西出來 理解意思嗎 好 所以如果你要運用到函式的話 第一個點 一定要打一個 等於 然後再打函數 好 函數我們先來介紹 給各位看這邊寫的 我們先來介紹這三個 你就是類似這三個 前面寫個等於 然後 year 就是年 然後你一個刮骨 然後你把日期放進去 它就會產生 就把那個數列的幾年把它抓出來 那month就是月 好 那month中間也是放入日期 它就會把那個月份抓出來 那day 就是最後的日期 就幾號 也是一樣 你把日期丟進去 就整個完整的日期丟進去 然後 它就會幫你把 天 抓出來 所以來看一下喔 我剛才說 要先下一個等於 等於呢 你這邊就寫 year 可以嗎 就是year 大小寫無所謂 year打完了之後 你可以 你可以 再點兩下進去 它會有一個前刮壺出來 其實就是 應該這樣講 你可以先把刮壺先寫好 可以嗎 然後呢 你也可以按這個 插入函數這裡 點一下 你看喔 我再講一次喔 或者是 我們有幾種做法 你可以在這邊直接打 等於 year 刮壺 我再做一次 因為我現在點在這一格 我在這一格 點一下之後 我在這裡打 或在這裡打 都可以 就點兩下進去 開始 等於 year 刮壺 那裡面要放日期啊 這裡面怎麼放日期 你要把那個 這個 游標放在兩個刮壺的中間 然後要放日期 放日期要放這一串 所以你只要去 點一下 欸 各位看到什麼 它不是寫日期 它寫 一二 一兔 一兔是 一 兔 就是對過來 這一格就叫 一兔 等於說把一兔這一格的日期 放到裡面來 然後抓它的黏出來 所以呢 輸入完了之後 enter 喔 1987 被抓出來 可以嗎 我再做一次喔 來 我做到下一格好了 這一格我想抓出它的黏 我就 剛才我第一次的做法 我把幾種做法都寫一次喔 等於 一二 這是剛才我做的對不對 刮壺 你可以第一個刮壺先打好 但是等一下後刮壺我晚一點再打 也可以 然後我要點的是這一格 欸 這一格就是一三 有沒有 然後 後刮壺 enter 1987 也抓出來 對不對 那也可以完全都是用手打 你只要先記住 等一下我要抓 1 4的這一格 對不對 所以我就等於 Y E A R 刮壺 1 4 後刮壺 enter 也可以抓出來 有沒有問題 然後呢 也可以是這樣子喔 我現在要在這一格 我在這裡輸入 等於 Y E A R 刮壺 然後現在是要抓E 5 你E 5可以自己用手打 也可以去點一下 然後再加上後刮壺 enter 也可以 那或者還有喔 還有一種方法是 點這裡 直接點它 插入函數 插入函數呢 這個地方 你就 在最上面打入 Y E A R 開始 就找到 Y E A R 再去點一下 再按確定 欸 它反而跑出一個這個東西喔 你看 跑出一個 視窗 這個視窗 就是要讓你選 好 你各位有興趣可以看這底下 這邊寫 serial number serial number 細指 Microsoft Excel所使用的日期 和時間碼的數字 有點難懂 其實就是你把那格 點一下就好 它這邊就出現了 然後按確定 一樣1987 蛤 啊 這麼多格 我要一格這樣輸入 會不會太累了點 欸 好處 就是 右下角這個黑點 往下拉 你仔細看喔 我往下拉 到下一個 放開 本來好像都長了1987 都長一樣 可是有沒有 各位朋友發覺 這後面三筆是1988年 它反而這邊是跑出1988 欸為什麼啊 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點它最後一個 公式在這裡 這一格的公式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它是抓 1 3 1 1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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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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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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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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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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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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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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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1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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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差不多,而且還跑出一個視窗 讓你去選,你要選的是哪一格的 要把他丟入日期嗎? 當時丟他 確定 29號,有沒有 你就下拉 是不是就整個弄完了 好,那排月份怎麼排 點這一個 當然我可以在上面加一個 生日 生日年 生日月 那生日的日期 好,這樣子好不好 所以呢,我把這個欄位加上名字之後 我就好排序了 第一個我可以直接針對他 從最小 就是我只要點到月份這裡 從最小排到最大 來,看一下 你看1988已經插到這裡來了 有沒有,1988 有沒有,2月 4月,4月的1988 後面還有沒有不對的 依照月份排序 有沒有錯 就沒有錯了 可以 可以嗎? 來,各位試一下 前面那個名稱會 變動嗎? 哪一個名稱 你說這邊 你說這邊 因為我只選一格 我只要排序的話 前面會跟著變動 對,但是如果你是選這樣子去做排序 不行喔 你這樣選擇的話 有可能你會只讓裡面的排序 外面不會動 那這樣子 每個人的身體都跑掉了 所以你 我說要就是選一格 那要不就要整個表格全選起來 再去做排序 OK 好 各位